我在当红爱豆的演唱会上假装民友 演唱会半小时后入场 全副武装 身着C家最新款小香风 过度低调就是过度高调 保持一副已经看惯了的表情 表情意味深长 别人站起来拍照呐喊 我不为所动 周围爱豆的粉丝 看我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劲 1.当红爱豆驰莫全国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 那场气氛浓厚 粉丝热情高涨 接该走了 莫哥等会 最后一首歌 台上台下大合唱 粉丝泪流满面满心感动 那场中心位置 一个黑衣身影弯腰走过来 对中心位置的一个长发女人 富尔说道 周围一个粉丝隐隐约约的听到莫哥两个字 莫哥 池莫 什么意思 池莫 小粉丝竖起耳朵凑了过去想听清楚 现场歌声音响声很大 男人的话听得不甚清楚 莫哥说您先去休息室等他 女人转头明媚动人 他随手戴上墨镜 遮住脸庞 娇艳的红唇勾起一抹笑意 看了眼台上深情演唱的池莫 跟着黑衣男人起身离开 他刚走 周围的粉丝瞬间议论起来 姐妹 我靠 这女的谁 拿着一元棒的女生开口询问 看着不像粉丝啊 大家都拍照跟唱 他都无动于衷 一点都不激动 另一个扎双马尾的女孩大声说 而且演唱会他都晚了这么久才来 长得还挺漂亮 你们刚刚看到没有 身材绝了 演唱会还没结束 就直接离开了 一群女孩子你一言我一语 直到刚刚坐在女人旁的小粉丝开口 刚刚那个男人 和他说话时好像提到了莫哥 他不会是持莫女朋友吧 小粉丝缓慢地说出自己的猜想 八卦的眼神闪闪发光 一句话把大家都炸懵了 他坐在那么中心的位置 而且 他身上穿的是C家新款 一看就是千金小姐 对呀 谁看演唱会包的那么严实 我刚刚就觉得他偷偷摸摸的 生怕别人发现他 那个黑衣服男的 你们觉不觉得像莫哥的助理啊 女生们议论纷纷 越来越觉得发现了不得了的真相 就是莫哥助理 身高体型都很像啊 我靠 这是真嫂子来看演唱会 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了 你们说他都不激动 是不莫哥在家经常跳给他看啊 啊呀好羡慕他呀 我也想莫哥给我跳舞 还是脱位衣服跳那种 我靠 姐妹你是真敢想啊 最后一首歌结束 持莫演唱会神秘女友 已经传遍了每个粉丝群 演唱会结束 持莫坐在休息室里 手机屏幕上 是粉丝视频里截图的模糊女人照片 海藻般的大波浪随意披散 戴着墨镜也能看出是美个女 气质灼然 他伸出手只点了点屏幕 女朋友 有意思 二 一 离开演唱会 我和黑衣男在走廊上积了个掌 他是我的经纪人老董 老狐狸一个 碰瓷持莫假装他女朋友这时 就是他想出来的 实在是我太胡了 老董才想了这么个办法 虽然不道德 但是我们娱乐圈的人 哪有那么多道德 搞到手的钱才是自己的 匆匆回到车上 我随手扯下墨镜 对经纪人比了个大拇指 真可以啊老董 没想到这么顺利 我可是专业经纪人 碰瓷也是专业的 老董得意的哼歌 对了 项链还我 挺贵的 我找别人借的 看着不断上升的微博热搜 我脸上乐开了话 当天 一次迟墨女友微博被爆了出来 微博仅半年可见 微博名叫 MC怀旭15 迟墨生日4月15 怀旭是4月别称 中秋节 迟墨飞北京录节目 怀旭15的IP也在北京 照片中看不到正脸 但是他身上那件棉服 和迟墨是同款 这不会是同一件棉服吧 脑补一下 在一起出门时 随手套上男朋友衣服 啊 疯了疯了 国庆 迟墨工作室发图 在海南度假 怀旭15的配图 目的地是海南的机票一张 文案见面 拥抱 玻璃里模糊不清的人脸 但是 看得出迟墨同款的手机壳 最新一条动态 演唱会那场氛围图 女人戴着墨镜的自拍 白皙脖子上那条项链 是迟墨一天前刚宣的新代言 限量款 一般人很难买到 文案 在家明明看过的 总总巧合 锤的不能再锤 顶流神秘女友 到底是谁 啊 他们到底谈了多久了呀 热热闹闹的半宿 在圣诞节的一张照片上 聪明网友发现了端倪 浴室里 模糊不清的水汽 一只素白小手撑在镜子上 手上一枚小小的月牙胎记 月牙胎记 微博上网友的讨论方向 终于按着我想的方向走了起来 播出十分钟 就有人扒出来 我的手上有个同款胎记 数不清的网友摸到我的微博 手机信息提示音接连不断地响起 网友讨论的热火朝天 我得意地看着粉丝量上涨 不愧是我 我和迟墨的卡点微博被扒了出来 国庆时IP在海南 还配了性感比基尼照片 阳光沙滩 长发美女 清纯的碎花比基尼和性感长腿 网友 嘶哈嘶哈 迟墨原来喜欢这款啊 迟墨那边没有任何反应 没有辟谣 大家都说他是默认了 人家分明是不想理我 不管怎么样 我好歹蹭上他的流量 这两个月 我过得那是春风得意 各种综艺邀约和影视剧本递了过来 老董快速过了一遍 给我接了一堆最贵的 新剧开机仪式上 记者举着话筒 不停地问我和迟墨的关系 我低头无嘴 矫情又作作 娇羞一笑 讨厌 不要问了 然后睁着无辜的大眼睛 娇滴滴地说 啊 和迟墨老师呀也不是很熟呢 不出所料 当天热搜又被我蹭上了 许事最近热度比较高 香蕉台当家综艺 竟然邀请我去做一期飞行嘉宾 这我能拒绝吗 当然不能了 小钱钱我来了 太爱驰磨了 以后一天三炷香 把他供起来 主持人是个很有魅力的大叔 我穿着白色小裙子 在音乐声中走出来 表情清纯无辜 大家好 我是白茶茶 大家可以叫我茶茶哦 很开心认识你们 淑女的招招手打招呼 语气温柔 除了主持大哥 还有三个常驻嘉宾 两男一女 综艺谐星阿本哥 奶狗类型的养成系东然弟弟 还有心境小花柳依依 阿本哥和东然弟弟 对我还算友好 柳依依看我的眼神明显不善 不是 我也没得罪他呀 阿本哥倒是很热情 东然弟弟一和他说话 就耳朵红 忒可爱了 今天我们邀请了一位神秘嘉宾 主持人语气欢快 欢迎 驰磨 谁 驰磨 我正逗着小奶狗弟弟 看弟弟脸红呢 回头 身材高大轻瘦的男人 缓缓走来 停在我的面前 我瞬间耸成了鞍唇 再不敢作妖 接下来的游戏过程 柳依依依一直向驰磨靠近 巧笑倩熙不停表现 我还没靠近 他就一屁股给我挤走了 首先我也想离驰磨远点 心虚难这不是 就好像网友突然线下约架 我胆子小 录制过程中 我都离驰磨远远的 心中许了无数次愿 分组游戏时 我还是倒霉的 和驰磨分到了一组 好怕 黑暗的鬼屋里 我正低头寻找线索 一只大手 突然把我拉进更衣室 男人俯身把我压在门上 声音清冷低雅 勾引我 不是说不熟吗 怎么怂了 我确实喜欢你这款 监控室里 导演一把拍在桌上 疼得呲牙咧嘴 更衣室为什么没有摄像机 三 男人的五官轮廓 在幻暗的灯光中 有些模糊 萌萌萌萌 眉眼冷峻 好看得让人呼吸骤停 明明都是穿的 节目组统一发的衣服 偏偏迟墨好看得过分 好帅 救命啊老董 快顶不住了 腿软 我缩在迟墨怀里 垂着头不敢再看 也不敢乱动 实在是太近了 清浅的呼吸 离我越来越近 我越发往后缩 整个身子贴在门上 温热的手指贴到了我的脸庞 昏暗的封闭环境 所有感觉都被放大 我感觉到 他手指在我脸上摩擦了两下 然后慢慢挑起我的下巴 我不得不指示他 怕我声音低沉 含着冷意 救命 蹭流量被正主堵上门来 可怎么办 我闭着眼睛不敢看他 不不怕 呜呜 怕得很啊 妈妈这个这么帅的男人 怎么这么恐怖啊 对不起迟墨哥 我错了 我再也不敢了 都是假的 都是我自鞭自捣的 我自暴自弃 浑身都在抖 道歉的话张嘴就来 迟墨松手放开我 却仍然把我抵在门上 没有后退 轻则一声 语气柔和轻挑 挺能耐的呀白茶茶 我问你答 不许撒谎 我闭着眼睛 胡乱点头 嗯嗯嗯 这时候他就是大爷 谁出的主意 微博号怎么经营的 主意老董 主意我自己想的 我语无伦次 还记得不能卖经纪人 呜呜呜 老董我真是个完美艺人 这时候都不让你背锅 我盯着池墨 他幼儿耳垂有颗浅褐色的痣 趁着白皙的耳朵 好欲好好看 我盯着那颗痣开始出神 池墨没有催我 我却闭了眼不敢再看 怎么经营的 就是黄牛那里有你的行程啊 你去哪我也去哪 拍个差不多的照片 然后反正就这样 你也看到了的 卡点动态呢 把你设为特别关心啊 你发微博 我就马上上线 争取一分钟内发个差不多的 你不知道我每天看你八百次 池墨挑眉 觉得有些好笑 白茶茶 他在心里反复念到这个名字 这两个月 他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名字 寻回演唱会最后一场 这个女人自导自演了一出 神秘女友的戏码 那个被扒出来的 怀旭十五的微博账号 他也看过了 如果不是他就是主角本人的话 恐怕都信了 相当专业 提前半年就准备了起来 自己经纪人都傻了 反复问了好多遍 是不是真的没谈 身为顶流 蹭流量的人海了去了 白茶茶这样的 还真是独一份 最后一个问题 刚刚录节目 为什么一直看我 还勾引我 我不是 我没有 我马上否认 这我还真没有 常驻柳依依 明显对池墨非常有好感 对我的不喜 那是一点没遮掩 刚开始我还想跟池墨 吵点话题 还没过去 直接被他一屁股给挤走了 还好我心虚 靠不过去 就想离得远远的 不然 现在池墨不得撕了我 想到这 我瞬间里不知气也撞 池墨哥 你不要开玩笑了 咱俩是真不熟 我就是个假里魁 躲你还来不及呢 池墨的眼睛 在黑暗里亮的惊人 他看着白茶茶 故作硬气的模样 脑海里却想到 他刚刚失神的样子 那你看着我 我睁开眼看他 他的脸离我好近 脸好小睫毛好长 也不知道用的什么洗衣液 身上的气味也好好闻 深褐色的瞳孔 眼里水汽阴晕 湿漉漉的 冲我眨呀眨 无辜又委屈 让人一不开眼 声音温柔 蛊惑人心 你刚刚就是这么看我的 看了我一天了 白茶茶 救命 这个语气 男色霍人 美颜在眼前直接暴击 眼神不受控制 从他脸上一寸一寸描过 湿漉漉的眼睛 含笑的薄唇 他真好看啊 更衣室的空气有些稀薄 气氛暧昧升温 我昏了头 他身上的味道 真的好好闻 我忏悔扣我的功德吧 哥弥陀佛随便扣 石墨眼中笑意闪过 一手扶着我的腰 让我不至于顺着门 贪婪在地 另一手搂着我转身 我脑中一片空白 心跳都仿佛暂停了 我发誓 男色诱人 石墨觉得情况有些失控 但是清甜的气息 窜进鼻尖 他也昏了头 他承认 自己是故意的 莫哥 更衣室没摄像机拍不到啊 这里我们得重新再来 导演组带着摄像推门 众目睽睽之下 我的手和他食指向扣 死 对不起 打扰了 一切就这样突然而又意外 摄像老师一边道歉 一边缓慢移动摄像机退出去 昏暗的环境 两个接吻的飞闻对象 众人还茫然不知所措时 甚至连我还在他腰间 和他食指向扣的手 摄像老师都已经给了个超清特写 那什么 莫哥 查查 你们继续 继续哈 摄像老师的小眼睛 都笑得快看不见了 他扛着摄像机心满意足 赶紧溜了出去 其他人也一窝风散了 还贴心地关上门 我脑子也清醒了 池墨好甜 我真不是个人 白查查你做了什么呀 真牛逼 好摸吗 清冷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我抬头 正对上池墨含笑的眼睛 我下意识地伸手又摸了一下 嗯 不愧是经常跳舞的人 但是这个人他是池墨呀 他是不是被我吓了降头 就 就这么 我们 就是 刚刚 我支支吾吾不知道说些什么 怎么 亲了不敢认了 池墨斩眉失笑 声音清冷 语气却黏黏呼呼 勾勾缠缠 对不起 我低头装死 开始道歉 吾吾总不能说男色迷人眼吧 那也太流氓了 刚刚确实是我主动的 但是 他也没反抗了 他为什么不反抗 还接着亲下去 我猛地抬头 呼吸一致 直直撞进他的眼里 语速缓慢 一字一顿 你 不反抗 还亲我 为什么 男人嗓音带笑 笑声嘀嘀的像一片羽毛 听在耳朵里 却挠得人心痒痒 他认真回复我的问题 一字一顿 不是说了 喜欢你这款吗 此刻的样子 比刚刚更加暧昧 我们离得极近 眼里只能看到对方 我傻了 是在和我开玩笑吧 这 这怎么可能 石墨神色认真 只专注地盯着我 他的眼睛亮晶晶的 满是我的身影 在他的脸上 寻不到玩笑的表情 红韵从耳根开始蔓延到脖梗 面上热热的 一定红透了 我慌了 他离我越来越近 好闻的气息在鼻尖回荡 董 董哥 你没说现在该怎么办啊 从鬼屋出来后 柳依依就开始拿眼刀戳我 我继续装着那副清纯模样 温柔淑女 面上含笑配合游戏 心里却仍在想 刚刚更衣室里的事 石墨离我越来越近 好闻的气息围着我打转 近的只要说话 就看看能挨上 我能清晰看着他的所有模样 好看的眉眼 微微颤抖的睫毛 要不要做我真女朋友 白茶茶 话里像带着雾气 湿漉漉的 我的心也是漉漉的 碰上了 又分开了 羽毛从心间滑落下来 痒痒的 一句话间 磨磨蹭蹭 亲近极了 我到底是没抗住 首先 我是个正常的成年女性 其次 她真的很诱人 然后我一把推开了池墨 慌不择路的跑了出来 玩脱了 救命 五 柳依快气死了 白茶茶是个什么东西 蹭热度的臭绿茶 她可不信 一看就是炒作炒作炒作 别说她猜的还挺准 确实是炒作 两人身份流量 根本不匹配 池墨和白茶茶在一起 就是扶贫 我确实打的 就是蹭热度捆绑的主意 刚刚鬼屋她没抽到 和池墨一组 做完游戏出来后 竟然听到池墨和白茶茶 在鬼屋更衣室里 吻得热火朝天 接吻 还吻得热火朝天 这个贱人 一定是她勾引的池墨 柳依气的跺脚 眼刀子刷刷的往我这飞 从脚尖到头发丝都不放过 眼神凌迟了我八百刀 不是 我没瞎爱姐姐 顾及点形象 你是甜妹小花 白眼快飞上天了 真的好吗 我面上温柔微笑 嘴角微微抽搐 不知道综艺播出后 粉丝看到 走清纯甜妹路线的柳依依 白眼漫天飞是什么感觉 前面是柳依依的目光凌迟 而后面的灼热目光 快给我后脑勺钉穿了 借着转身动作 鱼光劈过去 迟墨目光清澈 不躲不避 直勾勾地盯着我 我打亮的余光被他捕捉到 他眼睛微眨 唇角微勾 冲我笑得春光灿烂 撩人无比 妖精 我脸色胀红 猛地把脸转了回去 正对上柳依依 凌迟我的眼刀 她没想到我突然回头 被我吓了一跳 你看什么 她脸色难看 话里加刀子 语气极差 我懒得理她 也没说话就当没听到 这更是火上浇油 柳依依咬牙切齿 头发都快气着火了 最后一个游戏 我和池墨一组 泳池内飘了一个巨大的泡沫板 每队各派出一个成员 在泡沫板上接球 另一人再按上投球 三队用石进行 你去接 站着别动就行 我扔准点 池墨拎起皮球 上下点凉 感受了一下重量 自信地说道 看着他俊逸白皙的面庞 我是多少有些不信的 怎么能有人 什么都会呢 人在泡沫板上重心不稳 站稳都很不易 我 东然弟弟 主持大哥 两个人在泡沫板上 晃晃悠悠 像两只小鸭子 好不容易站稳身子 导演一声令下 岸上的人开始投球 我抱着接球的框 站在原地不动 心中不住许愿 池墨你可扔准点 可千万别朝我脸上扔 我还要靠这张脸吃饭的 碰 一个球准准落进了框里 进了 隔着泳池 池墨冲我神气地挑了挑眉 接下来就是池墨的炫技时刻 我只要不动它 就能稳稳投进 但是泡沫板太晃 再好的技术 也抵不住我不住乱动 不过相对于其他两组 我们还是占优势的 很快 东然弟弟反应过来 开始靠近我 他离我越近 泡沫板晃得越厉害 池墨连着三个球 都擦着框边没进 白茶茶 池墨叫我 他站在池边 蓝色的队服 称得身高腿长 眉眼惊人好看 啊 我满脸疑惑 叫我干啥 我没动呢 没事 站稳了 池墨看着站在泡沫板上 晃晃悠悠不敢挪步的白茶茶 这会儿倒是乖了 让他站着别动 就真的球擦着边都不动一下的 乖得可爱 和小时候一个样子 一个球突然冲我飞来 来不及反应 球已经正中我的脑门 我是蓝色队服 飞过来的球是黄色的 我抬头 柳依依穿着黄色队服 手里拿着另一只黄色的球 他眉眼满是挑衅 嘴上却笑嘻嘻 对不起啊 叉叉 我准头不太好 六 大姐你都把我脑门上了 还不准啊 你扔这么准 东然弟弟累死累活 跟个螃蟹一样 左右横跳都没接到两个 旁边东然弟弟的眼神 也满是哀怨 这我能忍 我忍了 摄像机拍着呢 节目组给了老多钱的 和谁过不去都不能和钱过不去 游戏继续 但是柳依依跟吃错药了一样 我正尝试着动一动街球呢 又一个黄球飞了出来 直冲我的脑门 啊啊啊啊 我脚下不稳 身子一歪 连带着街球的框 一起掉进了泳池 妈的 柳依明明看起来柔弱弱弱 怎么像的狙击手啊 我还没来得及自己游出来 就听到扑通一声 有人跳进了泳池 一个蓝色身影游了过来 一把把我拽了起来 带着我游到岸边 是池墨 游戏也是玩不下去了 所有人聚在我的身旁 白茶茶 你没事吧 熟悉的清冷嗓音 此刻火急火燎 焦急万分 咔咔 没事 就是水呛着了 我咳了几声 猝不及防地掉下去 不小心喝了口水 许是咳得用力了些 眼泪都涌了出来 浑身湿漉漉的 头发凌乱地贴在脸上 大眼里混着池水 和咳出来的生理性味水 说可怜谁是可怜 池墨浑身气压降低 脸色发黑 给我裹上了毯子 柳依依装模作样过来道歉 对不起啊茶茶 我不是故意的 我也没想到你身体素质这么差 看来不是很适合玩游戏呢 以后这种游戏还是少参加吧 真够可以的 在我面前装白脸画 话里话外 说我脱后腿 说我玩不起是吧 我眨巴眨巴眼睛 眼影晕得眼角通红 啊对对对 依依姐一定不是故意的 只是球正好砸到我脑门 还砸了两次 不对啊 应该是我自己接上去的 我是个动员海豹呗 没事就爱顶球玩 哇 依依姐也太厉害了吧 不像我 玩个游戏都玩不好 是个小笨蛋呢 伸手紧了紧身上的毯子 故意靠得离池墨更近一点 依依姐一定不是故意砸我的对吧 毕竟东燃弟弟接球 还离我挺远的呢 池墨哥 好冷哦 柳依依气得哆嗦 手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轻轻抽烟 委屈巴巴地看着池墨 池墨也很上道 一个眼神都没给柳依依 在众人的惊呼声中 把我打横抱起 干干嘛呀 怪不好意思的 我回头冲柳依依翻了个白眼 其他人都假装没看到 只有柳依依气得直跺脚 不过 柳依依这战斗力也太弱了 看我不爽一天了 就敢砸两个球 飞个眼刀 换好衣服出来 大家都已经散了 池墨靠在不远处的墙上 还穿着蓝色的队服 清清爽爽的 戏 我踏出门的脚步缓了下来 不知道说些什么 我没想到池墨会直接跳下来 泳池里是有救生员的 导演这方面做的还是挺好的 但是他就这么直接跳了下来 满脸焦急 我有些看不懂了 更衣室里 也只能算我抵不住美色诱火 那种情况 没有人能抵得住吧 池墨 池墨 这个名字在我舌尖来回打转 就是说不出口 靠在墙上的人看见了我 长腿一脉朝我走来 我心中突然就紧张了起来 冷吗 池墨先开口询问 将一件衣服披在我的肩上 衣服上的味道和他身上一样 他半蹲在我面前 将衣服扣子一颗一颗系好 模样认真极了 我有点不敢看他 他没再说话 我也没 我们两个就这么僵持着 其实我以前 也是喜欢过池墨的 听过歌 那都是大学时候了 也做过那种小女孩 各自为王鼎峰相见的美梦 但是进了娱乐圈 胡的鬼都不认识 各种手段都层出不穷 没有资源背景 真的混不出头 所以老董才将主意打到池墨的身上 我不是个好人 去他演唱会假装女友 本就是一件见不得人的营销炒作 现在我见不得人的心思 都暴露在我曾经喜欢过的人面前 明明白白 一清二楚 许久后 我终于开口 话在胸口酝酿了很久 嗓子有些沙哑 谢谢池墨老师 不冷的 白茶茶 我说的话 你考虑的怎么样了 瞬间 更衣室里的画面 像是才发生的一样 清晰浮现在我脑海 离得那么近 说话间唇瓣轻轻碰上 若即若离 白茶茶 要不要做我真女朋友 她的语气轻轻柔柔带着蛊惑 我控制不住的心动 真是可惜 我不知道池墨是怎么想的 但是这太不堪了 我就像个小人 不仅未经允许 偷了主人家的花 还想连根拔起 我努力控制住情绪 抬头称池墨笑得无赖 池墨老师 你说的是哪一句 都是成年人 在那种情况下 你长得还那么帅 我亲一口 也不是多大的是吧 其实我真的 还挺心动的 池墨眼神忧深 一声开口 亲一口挺大事的 是你先主动的 白茶茶 亲是你亲的 假装我女朋友 各种同款卡点的 也是你 我摊了摊手 歪着头一副无所谓的模样 池墨老师是第一次被人蹭热度 还是每个蹭热度想捆绑的人 池墨老师都这样 白茶茶 你真的是懂 怎么让人讨厌的 我语气犀利 话里满满讽刺 伸手将身上衣服解开 扣子怎么这么难解啊 一颗一颗 将池墨扣好的扣子再解开 池墨老师 谢谢你的衣服 也谢谢你今天下水救我 对了 忘了告诉您了 我会游泳 衣服丢给了池墨 我转身离开 池墨一个人站在原地 手里的衣服还残留着体温 他抬头看着白茶茶的背影 沉默不语 吧 房间里没开灯 漆黑一片 只有池墨的手机亮着 手机屏幕上是白茶茶的小号 怀旭十五 池墨念叨着这几个字 他的手指停在了一张图片上 水屋里带着月牙胎记的手撑在镜子上 他见过这个胎记 也见过白茶茶 白茶茶是南城人 他上小学的时候 在南城外婆家待过两个暑假 外婆家就在白茶茶家隔壁 小学的池墨和小学的白茶茶 一见面就打架 白茶茶小时候可狠 扯着他头发不放 他疼得不行 对着他手就咬了下去 仔细看 照片里月牙胎记旁 还有一个小小的印子 是小池墨咬的 他见到这张照片时就怀疑了 直到爆出来 照片是娱乐圈小明星白茶茶 白茶茶 他进卷时也没改名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进的 糊的他从来没听过这号人 知道他蹭热度 他也没什么想法 经纪人要辟谣 自己还给南夏了 童年旧时 蹭就蹭吧 去搜了白茶茶的小综艺 商演 参演过的小网剧 各种访谈 他也不知道 当时是个什么心态 反正都看了 接着就看到 他在网剧开机仪式上的采访 池墨老师 也不是很熟呢 莫名的牙根痒痒 然后就有了香蕉台 邀请白茶茶当飞行嘉宾 池墨想见一见他 网上的人不如现实里 万分之一的鲜活明媚 见到白茶茶的一瞬间 他心想 完蛋了 自己好像是一见钟情了 白茶茶穿着小白裙 假装温柔 池墨却知道 他其实很明媚活泼 综艺的他 同那些视频里的他 完全不一样 和小时候扯他头发的形象 重合在一起 可爱死了 心脏砰砰乱跳 池墨知道 他在躲着自己 但是为什么要用那种眼神 看自己 湿漉漉 雾蒙蒙 像走丢了的小鹿 眼睛眨巴眨巴 睫毛就仿佛颤在他的心肩 天天他躲着自己 只离得远远的 用眼神把自己困住 化地为老 鬼屋游戏前 他特意找到节目组 要求和白茶茶一组 拉他进更衣室时 他心想 自己一定是疯了 他故意说 白茶茶看他是在勾引自己 其实勾引的那个人 是他才对 池墨一向知道自己的优势 美貌 短短的时间 他用上了最优秀的演技 他成功了 勾得白茶茶亲上来了 真是 禁不住诱惑呀茶茶 九 白茶茶 你和池墨是怎么回事 老董的声音 快把房顶震他了 就 没什么呀 我迟疑到 没什么 他昨天半夜突然点赞了 你没博小号 我不死心 接着问 那哪个小号 怀旭十五 三分钟后 我和老董坐在沙发上 面面相去 他满脸扭曲 你说的池墨 是两个月前的池墨吗 我缓缓地点了点头 肉眼可见 老董开始面色猙獰 白茶茶 你竟然拒绝了池墨 我不敢说话 麻溜到了杯水递过去 喝水 董哥喝水 别气呀 生气变丑 董哥恨铁不成钢 气得咬牙切齿 你别和我说话 你知不知道 这对你有多大好处 你只要答应了 就火了 就算分手 以后热度都不会低的 我知道啊 董哥你也知道 我一直挺喜欢池墨的 但是我真的接受不了 真的很丢人 我都不知道 他喜欢我什么 这也太荒唐了 你美呀 你漂亮啊 你腿长胸大 看着你能多吃半碗饭啊 董哥快崩溃了 多好的机会啊 我也后悔 怎么就这么 有良心的拒绝了 打开微博 消息多的 手机直接卡住 我彻底火了 网友疯了 我靠我靠我靠 什么意思 但夜官宣 如果这都不是真的 那你说什么是真的 什么是真的啊 果然演唱会真嫂子 所以池墨到底有没有在家 给嫂子脱了衣服跳舞啊 好奇好奇 我的目光落在最后这条评论上 自动回忆起 池墨腹肌的手感 罪过罪过 白茶茶你想什么呢 点开小号 池墨点赞的 是我故意拍的那张 能看到手上胎记的那张 下意识地摸了摸手上的小月牙 突然修齿音 微信盯了一下 多出个新的好友申请 我刚点了同意 对面秒回 我是池墨 对话框里的字输了又删 删了又书 池墨看着对面的正在输入中 却一直没有等到新消息 索性我就当没看到 最后也没有回复 虽然但是 我也没想到 池墨他来真的呀 第二天 剧组开工 就收到了水果 零食 下午茶 晚上还加餐了份豪华夜宵 署名白茶茶 每个工作人员和同事 路过我时都要来一句 谢谢茶茶姐 不是 池墨送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面带微笑 还要维持形象 大家辛苦了 去爱豆演唱会 假装你有 但是现在爱豆在追我怎么办 接下来每天都花花水果不断 剧组里的人也都知道 东西是池墨送的 每天看我的眼神都是 哦 呵 你们小情侣真会玩 想了想 给池墨微信发一条消息 白茶茶 6 池墨 我家猫会后空翻 要不要来看看 我面无表情 好 10 池墨家里有个鬼的猫 连个猫毛都没有 我坐在他家的沙发上 他在给我切水果 波椅盘子轻轻碰在茶几上 发出清脆的声音 池墨 你的猫呢 我凉凉开口 池墨衣袖半碗 露出好看的手臂线条 猫没有 不过我也会后空翻 你要是不介意 也可以翻给你看 我的眼睛从池墨握着盘子的手指 挪到他半卷起的手臂上 再落到他的脸 最后停在他耳朵旁边的褐色小质上 然后转头 轻哼 谁稀罕 他也不生气 一边哼歌一边洗水果 清冷的嗓音 哼着温柔的歌 情意浅浅 我恶趣味地盯着他 眼神灼热 他开始有些不自然 耳根通红 池墨的皮肤白 这一点红 不能再明显了 我心满意足 那天回来之后 我就开始后悔 白茶茶呀 白茶茶 人不要太有良心 池墨都不介意 你怕什么 拿到手的才是自己的 想什么呢 池墨把切好的水果递给我 我也不客气 还挺甜 他顺势坐我旁边 离了半人距离 不远也不近 我琢磨着怎么开口 他也不说话 眼神温柔地看着我 我开始觉得有点脸红了 干什么盯着我 你好看 我知道我好看 但是谁叫他这么说的呀 这水果我是吃不下去了 十一 池墨离我越来越近 我没有拒绝 我抬眼看向池墨 和我在一起 你会一直被捆绑 脱粉 嘲笑 甚至我第一次见你 都是为了炒作 我声音低了下来 顿了顿后接着说 所有人只会说我们不配 没去看他的表情 我物质低头 手指卷着一缕头发 他低笑出声 我生气了 这有什么好笑的 事实就是如此 池墨笑得越发开心 白茶茶 你怕不怕别人骂你 当然不怕了 好歹也混了好些年了 心理承受能力超强好吧 牵 牵手了 池墨拉过我的扯着头发的手 所以 你不是不喜欢我 他把我的手掌摊开 握在掌心 然后食指向扣 为什么会觉得我怕呢 掌心的温度快把我灼化了 池墨温柔又坚定 怎么会不配呢 是因为演唱会的事不敢面对我吗 那不是一个五点茶茶 那是我的惊喜 是你的话 什么都可以 我愿意接受一切 我会永远和你站在一起 保护你 他起身半蹲在我面前 仰着头 让我清清楚楚 看清他每一丝表情 他就像最虔诚的信徒 把一切摊在我的面前 只要我想 只要我要 一切都属于我 我纠结 犹豫 心动 我 石墨打断了我的话 白茶茶 你愿意做我真真正正的女朋友吗 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声音温柔轻缓 他固执又直白 在家没有做发型 刘海软软搭下来 柔软的不可思议 我仔细在他脸上寻找着 他渴望我爱他 我不知道 怎么会这么迅速 迅速的不可思议 好 我回应他的爱 我想我可以试一试 十二 池墨的脸真的很犯规 以后吵架 看着这张脸都很难生气吧 我可以 亲亲你吗 他眼满是笑意 春花开放 灿烂极了 我竟然害羞了 顶住啊 白茶茶 才刚在一起就这样 以后不得被吃得死死的 我被揽进一个温暖的怀抱里 鼻尖传来熟悉的 好闻的味道 我突然想起问他 池墨 你用的什么洗衣液 好好闻 问完我就后悔 这也太杀风景了吧 下巴被挑起 补救的话 湮灭在呼吸间 亲亲真的太亲密了 两个自由的人 心甘情愿被捐在一起 我悄悄睁眼 池墨真好看啊 皮肤也好 睫毛好长 鼻梁好高 还没感叹完就眼前一黑 温热的手掌 捕住我的眼睛 专心点 茶茶 一向清冷的嗓音此刻 低沉沙哑 带着一丝丝的按捺不住 闭眼前最后一幕 是池墨的耳朵 我晕晕乎乎 脑子里几乎一片空白 我成功了 轻轻地吻落在了池墨耳朵上 我格外喜爱那颗褐色小痣 他搂得我更紧 要把我融进身体里 再不分开 茶茶 别闹 恋爱使人快乐 我现在超快乐 因为我男朋友又帅又有钱 还会唱歌跳舞 动感的音乐声响起 池墨身上的白衬衫 解开了两颗扣子 动作剧烈时 就会向旁边滑落 露出线条优美的肩颈 谁的男朋友 会给自己跳舞啊 我的 池墨给我单独开了一场演唱会 白茶茶私人演唱会 我是唯一的观众 每一首歌 每一支舞 只为我一人 我们两个窝在舞蹈室的地板上 他说 白茶茶 你真的不记得我了吗 我困得倒在他怀里 迷迷糊糊 记得什么 记得我呀 13 晚8点 香蕉台综艺播出 更衣室里 池墨和白茶茶深情接吻 白茶茶的手还和他食指相扣 网友直接炸锅了 不是吧不是吧 我看到了什么 我就说我磕的CP是真的 不是 你们来真的呀 呜呜呜呜 由于当事人不接电话 董哥的电话被打爆了 他们什么时候在一起的 我也不知道啊 全轮完